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8日 盘田山叶恶斗鸣鼓屋八经 周四傍晚 日直连新一轮率先打响 升班马盘田山叶主营鸣鼓屋八经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况都不算特别理想 彼此皆无必胜对手的绝对把握 此番相遇露死谁手确实难料 作为升班马盘田山叶来到顶级联赛后 并没有向上记载日以踢的那么顺畅 九轮战罢只拿到一胜五和三负的劣迹 只得八分排名第十五位 球队新赛季开局相当不顺 要想来年继续留在顶级联赛 必须要在接下来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当然了虽然只在联赛中拿到过一场胜利 但是盘田山叶进来的发挥还是令人满意的 其中面对班霸川崎前锋 由大森晃太郎率先破门 拿到一场合局 同样的与广岛三剑交手艺能够拿到分数 所以球队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另外盘田山叶过去一次主场对阵 鸣鼓乌八经战的上风 因此在联赛抢分的紧要关头 他们必定会重拳出击 阵容方面 后卫高野辽因伤缺阵 鸣鼓乌八经经济开局 同样需要面临双线作战 首先在日联杯分组赛 在末轮要展开关键战 一旦挤队输球 而直接竞争对手清水心跳全取三分 必然会功亏一退 这是球队不想看到的 也正是由于双线带来的影响 鸣鼓乌八经在联赛发挥 显得力不从心 九轮过后仅有二胜四和三负的平庸战绩 当中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经常只能攻入0.78球 这一进攻数据在联赛前13名中属于 最差的 所以提高破门效率迫在眉睫 幸好鸣鼓乌八经防守依旧在线 目前连续三场各项赛事保持成门不失 顾球对此行应该能够做到全身而退 阵容方面 前锋积极 失为索客停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